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袋子裡面有九張字卡 其中有三張 兩面都是打圈圈的 這三張兩面打圈圈 有兩張兩面都是打叉叉的 有四張一面打圈圈一面打叉叉 好那現在他說 從這裡面的話 隨便拿起一張字卡 然後一看 第一次看到的是一個正面 然後翻過來看的話 第一面也是正面 也是那個圈圈的機率是多少 也就是說 在拿出來以後的話 第一次看 第一次看的話 是那個圈的 第一次看是圈的那個 在第一次看到是圈的情況底下的話 第二次翻過來看 也是圈 它的機率是多少 那這個等到什麼呢 這個就是 第一次看的時候看到是圈的機率 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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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面 看到的是圈 而且翻過來看 也是圈的那個機率 好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第一次的話 拿出來以後看到是圈的話 你可能拿到這三張 也有可能到這三張 如果是拿到這三張的話 那麼它的機率呢 是九分之三 就九分之三 拿到呢 如果是拿到這個的話 你翻 翻過去 還是 就是這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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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九分之三 拿到的話 你 你這個什麼呢 就是說 第一次看到的話 是那個 正面的 有什麼呢 第一次看到是圈的話 有兩種情況 這種或這種 這種的話 它的機率都差 它的機率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九分之三 而且 你翻過來看 也是 也是圈的 第二次翻過來看 也是 正面的 加多少呢 加上那個 你 就是拿過來 就拿出來的話 拿出來看的話 看到第一面是 那個圈圈的話 可能是 拿到這四個 可能是拿到這四個的話 那就多少 就是九分之多少 九分之四 但是呢 你第一次看到 是正面的 只有什麼呢 只有二分之一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第一次看到這個 也可能第一次看到這個 那看到這個 或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的 它的機率 是二分之一 所以要乘以二分之一 看到這兩面的機率都是二分之一 不過看到這兩個 看到這兩面都是正面 所以本來應該這裡看到 應該是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 就是一 那你有可能什麼 你有可能拿到這四張 拿到這四張的話 拿到這四張的機率是九分之四 但是呢 拿到這四張 你看到 正面的機率呢 是二分之一而已 好 那他說 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 你看到呢 這個第二面的 那個 就是看到第二面的 那個什麼呢 那個 看到第二面也是 正面的機率的話 只有多少呢 只有這些而已 就是 九分之三 乘以多少呢 乘以一 就是說 在這些情況底下 就是說 你拿出來的話 看到 第一面是正面的話 有兩種情況 有兩種情況 這種情況的話 你看到 第一次正面的機率呢 是九分之三 這種情況的話 你看到呢 正面的機率的話 是等於九分之二而已 不是九分之四 為什麼 因為你有可能看到這一面 你第一次看到這一面的話 是XX 所以你只有二分之一 看到正面 好 那你 第二面 第二面 又看到正面的機率 就只有這種情況 所以九分之三 所以這個等到三 二 二的四 所以這個 這個是九分多少呢 九分之五 三加二是五 九分之三 憋掉 所以這個是五分之三 好 第二個的話 它是說 它是說 你看到第一面 就是你抓一張出來 第一眼看到 是XX 是反面 在第一眼看到是反面的情況底下 你翻過來看 你翻過來看 右速反面 那個條件機率是多少 就是說 在你呢 拿出來以後 看到第一面是XX的情況底下 你再翻過來看 看到又是XX 那個機率是多少 我們先來看 你第一面呢 拿出來以後 看到是XX的情況 可能是這些 這些的話 你如果是拿到這個的話 那就是啊 就是九分之二嘛 那再乘以呢 一 就是說 你不論你看到這一面 或看到這一面的話 它都是XX 那加多少呢 你有可能呢 拿到這些 拿到這些的機率是九分之四嘛 那你有可能看到它 有可能看到它 那你第一次看到它的話 它是XX的話 只有二分之一而已 這個只有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然後的話呢 然後這個是 第一次看的話 是XX 而且第二次看 翻過來看 也是XX 就只有這種情況 就是九分之二 所以這個多少呢 二分之四 這是九分之四 這是九分之二 九分之四分之九分之二 所以這個是等二分之一 所以呢 第二個 第二小題的話呢 是二分之一 第一小題是五分之三 謝謝 好嗎 謝謝